哈囉大家好我是好男人的模型工作室的丹尼歐 之前呢跟各位介紹過 也就是Hobby Japan他們的那個雜誌附錄模型 也就是進階戰機1比144的那個劍舞嘛 那在那一次之後呢 我就對日本的雜誌附錄文化產生了一點興趣 去查了一下發現 欸還真的有一些店家專門在進一些日本的雜誌 那裡面有很多也是包含有附錄的這種形式 那今天呢就挑了兩款我自己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雜誌附錄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一下 我自己也是還蠻期待的 買了蠻久一直沒有開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吧 首先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聊逸錄影 最近呢我是有點迷上 就是 登山跟錄影的 那種 YouTube影片 那 想說趁這個機會 逛這個雜誌店的時候看到 它的附錄是一個 小鐵鍋 就是想要嘗試看看那個 登山野吹這件事情 我想說就先買來放著 噢靠它是這樣子封的啊 它是把盒子跟這個封在一起的 好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雜誌都是日文應該是跟 噢教你怎麼做一些料理是不是 好可愛喔 哇然後介紹一些錄影工具 這個太生火了吧 這個 超想 超想買 哇 整本都是廣告耶 這搞什麼東西 太棒了吧 然後 這個盒子也超可愛的 是 另講騎摩托車 然後去SoloCon的橋段吧 那麼 我們就打開看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有封起來 怎麼樣呈現呢 相當期待 期待です 好 好大 比我想像的大好多喔 不太確定是怎麼唸 應該是ZETTAI UMAI吧 然後這樣子 可以拿著 這應該是可以直火的 可以直接 做點小料理 然後就算是 小這種 嗯 新手來講的話 到時候買一個 登山用的瓦斯爐 對不對 然後直接直火去做一些便利商店的 那種食材 加熱 應該都不錯 哇這個好可愛喔 可是這個沒有卡扣 比較意外 是這個 我以為 這種它會有一個 固定的位置 讓我這樣子 我要 握它的時候是可以 固定的 看起來是沒有 應該就是 交錯 可以稍微拿著 這樣子 登山 露營什麼的 就是 重檢 有就不錯了 這是我購買的第一個 商品 可愛 我們的這個 林子的 露營用的 小鐵鍋 讚 這是 登登 我的第二份 附錄是這個 潮流雜誌 Smart的 附的這個包包好不好 鋼彈 的這個 隨身包 有發票 發票 放一邊 稍微來翻一下這個雜誌 這邊有 煎鬆餅的小鍋子 好可愛喔 這個包 你看就是 它這邊的設計 是讓我們可以放一些 模型用的工具 帶著走嗎 帶著走是什麼意思 真的是潮流雜誌 好酷喔 可是日系的穿搭感 就會撐不起來 喔 還專門介紹鋼彈喔 喔 說 潮男也喜歡玩鋼彈 鋼彈 鋼彈是 是潮流的 化身嗎 代表 潮流的一個 形象 稍微置入一下 環保材質的鋼彈 拿做模型 需要哪些設備 唉唷 怎麼弄得那麼酷 唉唷 居然還有進階戰機的資訊 太意外了吧 一點點帶過 雜誌都好小側喔 飽飽的 唉這個也好可愛 這個是錄影用的吧 這個 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好可愛 還有這個鑄鐵鍋 哇天哪 買了一本雜誌 要提供更多 這種雜誌附錄的資訊 先給我 唉唷這個也太辣了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次的這個 本來主要是要收這個東西 我當時看到 說唉唷要附一個 鋼彈印刷的這個 包包 我就覺得太讚了 身為一個鋼彈 一定要有一個 儲持我們信仰的 隨身小包 對不對 剛好可以放一些 這種 隨身的模型工具 不過話說到底誰會隨身帶著模型工具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 如果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就可以 展現我們的信仰 答答 嗯 怎麼說呢 質感普通 不過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它的印刷的那個選題 那個是當初 第一代的 1-144的初代鋼彈的盒繪 然後背面呢 是 後來在那個 Full鋼彈 Project裡面 重出的 新生的 初代鋼彈 那就稱呼 這就是 最 最古老以及 最新的 就是 算特別有意義的 兩個世代 一代的1-144的鋼彈 當作這個封面的盒 這個包包的封面 蠻 蠻有意思的 我想把它撐起來 看一下側邊 側邊 這邊的那個 封條是 舊的144的 然後這邊是 新的144的 盒繪 然後這邊是 舊版的 然後這邊是 新版的 其實整體來說 還算是蠻有 蠻有意義的 還蠻酷的 然後 我們看一下那一代 那一代 感覺能放的東西 也不少 我們來塞一塞看好了 這種大格的 應該插 斜口件 都可以插進去 不錯 然後 筆刀一定要的 這邊有 可以插那個 筆刀的 感覺插起來怪怪的 這樣子 這樣插嗎 固定在這裡 這裡要放什麼 打磨砂子 像是這種 切割的 小張的切割墊 搞不好也放得下欸 不行 我的太大了 電動工具也能隨身帶著 唉唷 這邊還有一個內袋 一些這種 鑽孔工具 可以直接 放在這個錢袋裡面 放得下嗎 放不下 這邊可以放 放在這個 袋子裡 斜扣錢 可以插在這 漂亮喔 斜扣錢 我甚至可以帶兩把 一把插這 這好像會撿破欸 還是要幫他準備一個那個 鐵扣錢的套子 套在裡面 或是這邊放著 不錯不錯不錯 很讚 之後如果有外出需求 放一些 攝影器材什麼的 感覺還蠻不錯的 那這邊還有提到 可以放什麼 遮蓋膠帶啊 之類的 看一下它是怎麼膠的 確實啊 它裡面是放了一片小的切割墊 然後剛剛麥克筆膠水 錯刀打模板 簡單的小工具 唉唷 不錯不錯 這邊是一個小小的移動工作室 然後又很有信仰 有沒有 很酷 不過說真的它材質就是那種很簡單的 算帆布嗎 帆布薄吧 薄薄的啦 應該也沒有什麼防衝防撞的功能 所以大家在選擇裡面的 它放什麼東西的時候還是 喔還是有啦 前後正反面這邊稍微有那個 棉 是稍微給我一點厚度的 嗯還行還行 如果說我要再帶一個變壓器什麼也是ok 因為像我現在就是 完全的那個電子化作業了嘛 蠻酷的欸 不過就是在放刀的時候這種 網格的材質就要小心一點 不小心可能會刮破 稍微要注意的地方 其它的整個質感還算不錯 它側邊這裡還有一個小側袋 所以其實 筆刀什麼的可以放這裡 比較不怕刮 不怕刺破 小鑷子啊什麼的 可以收在這個 側袋裡面 那這邊到時候確實就可以放什麼麥克筆之類的 那我最近 買了那個水性的 那種 補色麥克筆 到時候就可以用那個簡單的上墨線 就還不錯蠻方便 唉唷 這一套我帶去上課或是什麼 簡單製作 像我最近想要去試的登山嘛 搞不好可以這樣帶著一包去山上 就可以完成一件作品 也不一定 唉唷這個不錯不錯不錯 總之這個 鋼彈的這個隨身包 好不好 Smart雜誌的附錄 跟大家這邊分享 那就是最近我剁手的 兩個雜誌附錄 就是這個登山包跟這個 不登山包 這個 置物包包 跟這個 小鐵鍋啦 哇這個小鐵鍋 比我想像的大蠻多的 這個很讚 但是 好吃 又好玩 好不好 太棒了 好啦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我是好男人 墨星工作室的丹尼喔 我們就 下次再見 掰掰